Hello,大家好,Andy哥 今天去接公子下班之前 首先開箱 現在就去片頭,新片頭 大家訂閱了沒有? 記得開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會員功能都開了 大家覺得片頭怎樣? 有沒有覺得好了,還是以前的比較好呢? 這一盒有什麼值得去說呢? 首先事先聲明,不是廣告 是我真金白銀在亞馬遜自己付錢買的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之前找了很久的東西 但它的價錢有點貴 是25000元 但我知道如果你在美國直接買 是比較便宜的,200元 事不宜遲開給大家看 其實片頭大家都知道 這個智能電子鐘 如果你是Youtuber,網紅,KOL 這個東西我相信你一定會非常想買 我現在就開給大家看 你們覺不覺得男生 如果一拿到這些科技的新玩具 樣貌的開心是掩蓋不到的 你們現在看到我的笑是 無時無刻的笑容 還有這個鐘 我不會講到很詳細的 因為如果要講它 有所有的功能,可能影片要講20分鐘才夠講的 我只是講一些我覺得適合我 我為什麼會買的理由 它其實功能真的超級超級多 如果你們有興趣 現在左上角有個連結 就是一個叫KJet的Youtuber 其實它做很多科技 它就介紹得很詳細 如果你們想看它詳細介紹版 就看它那個 我這個就是簡單版 其實它的包裝就非常簡單 這個就是中的本體 它是一定要插電的 它不是充電,不是用電池的 它一定會插著你用的 有好有不好 當然就沒有這麼方便 大家都看到 其實是有一個APP 去連著這個智能鐘 現在就剛剛好設定好了 連著進去 顯示到現在的時間是3.09分 現在差不多已經設定好了 它有時間、日子、溫度、天氣 現在下雨 然後有Radio 但是Radio我就用不著 因為我不會聽收音機 還有我現在Youtube的訂閱數 FacebookPage的Like數 然後還有Instagram的追蹤數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時間這樣好掛 其實它可以加一個icon 譬如外國勢力,加一個美國 加一個美國國旗 加一個美國國旗就會顯示成這樣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加 我當然不會用美國國旗 我當然會選擇 比加超 然後我最關心當然是Youtube的訂閱 每一個人訂閱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些聲音上去 例如 單車聲 其實有很多的 還有狗叫 我就選一個比較開心 如果每次有一個新的訂閱 我就會有這樣的響聲 這個聲音 我想會成為我最喜愛的聲音 其實它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功能 例如你電話的通知 它也可以在這裡顯示出來 但是那個我真的覺得太煩 我就不會在這裡搞 它也可以當成藍牙喇叭 這樣去聽歌 但是這部電話的藍牙喇叭 當然就不會太厲害了 那我就不會用的了 其實這個喇叭 因為這個是給電話用的喇叭 但是它又要插電 你又不會拿到外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是沒什麼用的 那其實它還有這四樣東西的 那這四樣東西 我相信如果你是對科技有興趣的人 你都知道是什麼來的了 就是類似好像Siri那樣的東西 但是是其他版本的東西 那這裡就好像是不支援Siri的 以我所見 就是只有這四樣東西可以用到的 那我都沒有Google Assistant 所以我都用不著這四樣功能 但是都不排除我未來會買一部 Google Home 放在家裡的 咦 加一了加一了 多了一個訂閱者 大家都看到了剛剛 大家怎麼看我這個新玩具呢? 其實我自己都真的覺得 1,800港元 買一個智能電結鐘 的確是很貴的 的確是有點浪費 由於我現在是一個YouTuber 他又看到YouTube訂閱數 Facebook Page的讚好數 Instagram的Follower等等 如果你是一個YouTuber 或者你是經營Facebook Page 或者你是Instagram的KOL的話 我想這件事你都會很想要的 其實我也不清楚他有沒有一個 其他品牌出廉價一點的版本 如果有的話 就不要告訴我 最後我選了一個圖案 是Joker的圖案 就不是比加超 大家都知道我對Joker 是有點情有獨鍾 但是我有一點悲傷的新聞 就是ViuTV說 我們之前拍的節目 就不是9月15日出街 現在改了期就是10月6日才出街 我的花碎片就會在9月中就出街了 還有一件事 這就是good news 我10月10日就會開始去學車 在長期學車 我去學車是以合宿的方式去學車的 即是一群人住在一個好像宿營的地方 我要在長期住14天去學車 在那裡考路試的直程 我學完那14天之後 只要回到大阪的類似運輸處的地方 去考路試 我就已經正式有個牌 所以理論上來說 我11月之前就會有車牌 如果我相信你 你搞得如何的話 現在就4點半 公子就收8點 我現在就做一下家務 拖一下地數一下地 然後晚上就接公子收工 之後我們就去行超級市場 這間店在香港有沒有的 我都不在意 不在意 不在意 这里一上来,有一部汇钱机在里方便大家 但是这里一楼就是买那些即食便当的 就是它整好给你的饭盒 那二楼才是真的叫Supermarket 但是其实很小间,超小间 一眼都一晒,我给大家看看 是很小间,超小间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特别的购买 这些是日本冬饮的汤 大家看到的,是粟米汤 这个就是南瓜汤 但是我自己没喝过的 因为这里我知道他们是喜欢喝冬汤 冬汤有点奇怪 那以我所见,这里的肉类和海鲜类都非常少 那牛肉都没什么漂亮的 那我见过最漂亮的就是叫做 它叫做沙摩牛肉 我选一盒漂亮一点的给大家看看 这一款就已经是最漂亮了 那其实我看上去就像很普通的肉 不是什么特别漂亮的肉 那海鲜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上去的 看上去 全是最小的 这两个都看上去 就像很小的 那一样的东西 我看上去 那我看上去 也是很小的 我真的已經盡力了 它真的沒有特別的東西可以說 是一間很小很普通的超級市場 它甚至是沒有藥、化妝品、生活用品 只有食物類 通常日本的超級市場 是可以賣生活用品、化妝品等等的東西 但這間也是沒有的 太小了 不值得說 走吧 看不到的東西 它一樓買便當的位置實在太多人了 很難拍 因為怎麼都會拍到人 所以就沒有拍到一樓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看看 其實它真的是在好市中心 影片簡介裡面會有地址 你們可以來看看 不過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 就是剩下24小時 OK啦 最後一段時間的超級市場 是 24時間的游泳 那我們這集 謝謝 可以的話 Facebook和Instagram的追蹤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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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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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